孟晚舟听证会泄习罪证,亲手在伊朗开设过桥公司,华为CFO孟晚舟12月1日在加拿大被捕今日7日举行保释听证会。 官方在听证会上透露,孟被抓原因,是当年任华为香港公司总经理时,亲自主导开设过桥公司,与伊朗违规交易欺骗美国广告。 美东时间7月上午10点14分推特账号Lifetime世界发布消息称,孟晚舟保释听证会已经开始吸引了大批记者听证会上,官方透露了孟晚舟被抓的直接原因,是当年直接主导与伊朗的违规交易。 2009年至2014年华为涉嫌利用一家名为SKEcom的公司在伊朗开展业务,违反美欧对一制裁Skycom虽然是在伊朗,但总部位于香港美司法部查证华为,就是Skycom以此控告华为欺诈。 孟晚舟当时担任华为香港公司的总经理,是这起欺诈业务的主要执行者,孟被指担任Skycom的财务常涉嫌误导美国银行,从事违反对一制裁的业务。 在听证会上美国司法部律师指证Skycom其实就是华为开设的过桥公司,用来掩盖华为与伊朗的违规交易路透视。 2012年曾经详细报道了这起事件报道指,在伊朗Skycom公司的员工自称是华为Skycom联合体员工听证会透露的信息显,是孟晚舟主导犯罪证据确凿,并非只是向此前媒体开测的, 只是华为与伊朗违规交易的财务系统参与者。